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张一鸣表示CFIUS强制TikTok出售美国业务的原因并不是Musical来并购案 全面封禁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9月15日之前要么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掉 要么被美国政府封禁特朗普要TikTok死 这套说辞更像是一套华丽的外包就差直接撕了 从张一鸣的求生欲来看后者几乎不可能发生 谁来接盘他在内部信里说 我们还没有完全决定最后的解决方案 但目前来看投向微软的怀抱几乎是不二选择 微软也索性承认将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谈判收购事宜 一旦谈判成功微软将接受TikTok在美国 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的业务彭博社消息 早在7月双方的磋商就已经开始了 但截至目前关于价格收购方的支付方式 以及技术共享或资产转移等具体细节尚未达成共识 无论最终的条款如何 对字节跳动来说都无异于割肉 而对微软来说 用前任CEO史蒂夫·鲍尔默的话来说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提议 微软大败局离消费者越来越远 鲍尔默的后半句话是 我认为这可以真正扩大微软的消费者基础 的确虽然微软看似每天与我们相伴 Windows和Office更是PC办公必备 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直接与消费者连接的企业 企业服务云计算才是它的立身之本 微软距离普通人最近一次是推出MSM 1999年7月22日微软推出社交工具平台MSM Messenger开通前六天MSM就获得了70万注册用户 到2001年3月全世界已经有了3000万在线用户 当时在中国注册和使用MSM是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 而同年推出的QQ还贴着山寨的标签 处于社交平台界的笔式链底端 但MSM很快作死 经常掉线 传输文件速度慢 全球更新时间同步 对中文互联网很不友好的结果 就是被QQ微信取代 但微软依旧拒绝改进 2004年2月 当扎克伯格躲在宿舍里 捣鼓出FastDoc这个近似于学生专用的校园社交工具时 当时的比尔盖茨恐怕对这个小孩子的玩意不屑一顾 事实证明 高傲的MSM很快被后来者WhatsApp取代 后续的Facebook MySpace Instagram等社交软件新秀 挤压的微软 没有立身之地 2009年 乔布斯还在世 苹果在大陆的第一家Apple Store店开在了北京 iPhone的发布 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正式来临 那年Facebook推出Twitter 如今我们用的微博基本类同于此 一年后Instagram发布 Facebook很快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搭建起越活越用户 超过10亿的社交王国 靠着巨大的流量 还把微软变成了自己的广告主 微软在靠近消费者这件事上 也做过努力 2012年再次推出社交网络工具搜购 靠着必应搜索的引流 在初期吸引了一定用户 但很快搜购就变得无人关注 5年后 微软彻底关闭了这项服务 收购Skype也是一次不太成功的经验 重金收购的这个网络电话应用 到2015年 已经拥有了3亿越活跃用户 但此后这一数据再也没有得到更新 电商在现在网络上搜索 多名用户都表示 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运营上 微软弄残的经验还有很多 2006年 微软曾经与NBC合作 在MSN视频推出新闻内容 干了没两年就关闭了 微软把视频分享放在了YouTube上 微软也曾模仿苹果开启线下零售店 店纸就在苹果店附近 但客流量只有对方的零头 今年6月28日 微软宣布计划永久关闭近百家实体零售店 十余年尝试失败告终 2016年1月5号 微软上线了一款游戏 视频直播平台Mixer 然而因为无法扩大业务规模 今年7月22日正式关闭这个平台 我们下期待 在社会上线下零售店 可能是几个多�도家 零售店 产品 划近 而会再度 听起来 优优独养 亲